主日三分鐘,慈悲特殊希臘專輯,慈悲面容詞說。 慈悲並沒有相反正義,反而表達出,天主向罪人伸出援手,給罪人伸的機會去再次省察、悔改和相信。 聖奧斯並說,為天主壓止憤怒,比壓止慈悲更容易,天主的義路只是維持一層間,天主的慈悲卻永遠存留。 如果天主將自己只是限於正義,那祂就不再是天主,而是變得像人一樣,只是要求尊重法律。 但單單正義並不足夠,只求新張正義會導致正義淪亡。故此,天主以祂的慈悲和寬恕來超越正義。 這樣並不表示正義是被貶抑或是不必要的。相反,任何人犯錯都必須付出代價。 但這樣只是悔改的起步,而不是終點。因為這樣只是人感受到天主的憐憫和慈悲的開持。 天主總不離棄正義,天主卻涵蓋正義,並且以更偉大的事件來超越正義,使我們經驗到愛才是真正義的基礎。 因為他們不認識,由天主而來的正義,企圖建立自己的正義,而不順從天主的正義。 因為法律的中向是基督,使凡信的人獲得正義。我們必須注意到,聖保祿以這番說話來斥責他同代的猶太人,就是避免我們犯上重量的錯誤。 天主的正義,就是祂的慈悲,透過耶穌基督的聖死和復活,而分支給每個人的恩典。 這樣基督的十字架,就是天主向我們所有人和向全世界施行的神觀。 因為藉著十字架,基督給我們愛情和新生的確實證據。 希臉也必須帶來大赦的班辭,這個做法在慈悲聖靈的意義更重大。 天主的分數無遠不戒,藉著耶穌基督的聖死和復活,天主使祂的愛更彰顯。 祂的愛就是摧毀人類一切罪惡的力量。 藉著如粵傲織以及教會的中保角色,使同天主和好成為可能。 這樣,天主事常落於歡樹,而且總不厭倦地,以償身又使人驚訝的方式施然歡樹。 雖然我們已經被歡樹了,但因為我們的罪惡,所引發的衝突後果仍然殘留。 在和好聖事當中,天主真是一筆勾銷地歡樹了我們的罪,但罪惡對我們的思想行為仍然帶來負面的效果。 天主的慈悲比這一切更強,這就是大蛇。 教會在聖人的共融中生活,天主所賜的共融,使我們得同聖人和珍福達成靈性的連結相通。 他們的聖德,在我們軟弱的時候,作為我們的座右,使教會能夠幫助他軟弱的成員,由其他成員得到強化。 活出聖年大蛇,奔赴天父的慈悲,確信他的歡樹,必延伸諮者的整個生命。 求得大蛇就是要經驗教會的聖德,祂為眾人赤贈基督救贖的果實,好使天主的愛和歡樹無怨不戒。 若我們越加活出欺憐,呼求天父歡赦我們的罪,使我們沐浴在祂充滿慈悲的大蛇之中。 主耶穌基督,祢教導我們要如同天父滿懷慈悲。 祢教導我們看見祢就是看見天父。 請向我們顯示祢的面容,好讓我們得救。 請派顯祢的聖神為我們富有,好能勝化我們每一個人。 願慈悲欺憐,成為雙主廣斯恩寵之年。